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主持人小爱 展会上我们也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么就是我身后的这款来自于宇通的C520 此次宇通的C520是搭载了全新的福特新拳顺底盘打造成的 而且也换了更加漂亮和美观的喷涂方式 全新的喷涂方式也提升了整个车辆的质感 看起来是非常的年轻化和有活力的 那么全车的尺寸是5960×2190×2670 采用小顶的设计可以使车辆在平时上路行驶的时候通过率会更高一些 车尾部看起来是非常的整洁和美观的 提供了倒车影像以及倒车雷达 同时是留有这种可以后膝配行车架或者是爬梯的这种接口 提供更多的选装服务 这个左侧的尾部是提供了一个扁平式的储物仓 咱们也可以放一些咱们的行李 这里是提供了一个柴油暖风机的家住口 以及一个咱们的外接电源可以随时随地为我们的房车进行补给 动力方面是搭载了一台2.0T的汽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6AT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49千瓦 最大扭矩是300Nm 也是满足咱们最新的国六标准 然后咱们持C本就可以驾驶了 它带有这种多功能的方向盘 以及这种中控彩色显示大屏也方便咱们驾驶员后续操控 因为采用一个小额头的造型 所以取消了我们常见的额头床 是一个大尺寸的曲面天窗 增加了整个车内的采光度 非常的通透 而且还带有附声的音箱 可以提升我们整个车内的影音时针效果 在这个区域是提供了一个148升的上下双开门的冰箱 然后可以单独的冷冻或者冷藏 平时放一些我们的吃的也是比较的实用的 那么上方是提供了一台24寸的液晶电视 它是可以有折叠功能的 平时可以给它拉出来 看电视更加的方便 汇格区是采用了一个常见的L型的沙发座椅 而且也是选用了这种亲肤的材质 坐上去也是比较的舒适 它提供了三条安全带 所以整车在行驶过程中最多是可以合载五个人的 上方是提供了三个大尺寸的按压式的储物吊柜 开启的时候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而且更加的漂亮 内部的空间也非常的宽敞 厨房操作台的配置就相对比较基本了 是提供了电磁炉和带盖的不锈钢洗菜池 上方是提供了一个行驻车的两用空调 下方是提供了这种储物抽屉 咱们可以放一些咱们的盘子碗筷子 还是拿起来比较顺手的 后方提供了一个大号的储物柜 咱们平时可以当衣柜 是因为它里边提供的挂衣杆 把一些咱们一褶皱的衣服挂在这里 还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人性化的 后方是提供一个纵制的上下子母床设计 上方是一个单人床 可以睡一个小朋友或一个成年人 下方也可以睡两个成年人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后面还提供了这种小的镂空的置物架 平时可以放一些书 或者是我们日常需要的东西 卫生间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的 提供了合室马桶 置物架 图吊柜 换机扇 淋浴花小和洗手台 可以满足到我们平时出行的洗漱需求 电路上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3000瓦的逆变器 提供了两块120安时的生活免维护的电瓶组 同时也配备了180瓦的太阳能电脂板 如果后期有更多的用电需求 也可以选装更高的电量 水路上的这款房车是提供了120升的净水箱 和45升的灰水箱 一加三口使用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这款房车的报价是40.28万 这要结合整车的配置 您觉得性价比如何呢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我们房车情报 下次再见